大明王朝自成化年间 因太监操弄官兵军功 明朝文官阶层想割除弊端 却投鼠地气不敢招惹太监 于是矫枉过正 建立了一套魔改自秦朝 却完全失去了秦朝军功精髓的 专注人头军功的机型军功制度 在这套机型军功制度推行后 除非皇帝和太监们临时起义 明朝还真隔绝了许多子虚乌有的冒功行为 但却进一步打击了明军的士气 让明军变成了啥也不顾 只会割人头的荒唐军队 就连成化朝的头号名将王月 两次主持对蒙古的大战 也都是斩首几百 不能收复一寸土地 只能解救千尔八百被掳百姓 而成化朝之后一直到嘉靖朝 连王月的战绩都达不到了 弘治朝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搜套 及搜杀核桃蒙古 收复核桃湿地的一系列战役 却不能收复一寸核桃湿地 总共斩首三级的荒唐战果 郑德朝则直接出现了 皇帝亲自跑到前线 以重现土木铺之变为威胁 逼迫明军各部主动出击 欲图维艰达严寒部下 一个不知名蒙古人率领的一万尤旗 结果弄成了斩首十六级 明军自己阵亡52人 重伤563人的闹剧 而到了嘉靖朝 直接出现了蒙古的安达汉也战无敌 濒临北京的更须之变 这些丢人战绩 并非明军无能 毕竟这是一个鼻烂的时代 蒙古人也同样无力攻坚 只能超略百姓 安达汉如此殴打明朝 却只为求做明朝外藩 无论明军和蒙古军此时的激战水平 其实还处于世界一流水准 反正比刚刚才起步的欧洲大野 和退化到玩宗教近招的中西亚军队强多了 而明军如此拉胃的表现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自军功制度改革后 先登冲阵斩将夺旗 凹战等传统军功标准 被太监们弄成了腐败工具 而不懂军事的文官自认人头 使得明军中唯一能持续受赏的军功 只有人头军功 导致广大明军将士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你去冲锋玩命 你去追击逃敌 你玩命拖住敌人 这些勇敢行为都换不来钱 也换不来升迁 只有简陋弄个人头 才是硬道理 于是明军上下 尤其是和蒙古骑兵作战的明朝边军 都不再关注上面指定的战略方针 也不再关注进攻战术 全部都依赖战车防御和弓箭火器 只求用高额防御力把蒙古人吓唬走 顺便收割几个傻冒冲锋战死的蒙古人人头 然后交给文官们严格审查 换点赏钱养家糊口 或者就是在某个胆大兴器的军官带领下 趁着蒙古主力不在 偷人家老鹰 杀蒙古老弱妇孺 大家冒个弦弄点人头换钱 补贴一下家用 家境时期 被严嵩迫害致死的铁汉审炼 就通斥这种畸形制度为 就这种畸形制度下 就算换孙悟空来当将军 估计都打不出来啥战果了 然而在明朝后期 却出现了南七北里两大名将 七季光我们都知道 他是自己练兵 在自己部下内部 尽最大力量隔绝人头军功的弊端 算是用温柔手段 抵触人头军功制度的成功者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李承良 则完全不信了 他是个奇葩 中性词那种奇葩 他是唯一一个 在这种畸形军功制度下 玩出花儿的高手高高手 在文官们严格审查的制度下 这家伙能在跟蒙古人作战中 好多次斩首上千 是自明朝确立人头军功制度后 对蒙古作战的人头之霸 畸形制度下的内卷之王 然而我们也知道 他一生毁欲参半 夸他的人说他是旷式名将 绝带奇才 毕竟就算他老迈 瞎混日子的最后几年 努尔哈赤都依然不敢反名 而骂他的人 则认为他是一代祸祸 一生杀粮冒功无数 毫无底线 甚至认为努尔哈赤的崛起 是这老家伙养扣为重 养溢栽培 甚至在当时人笔下 形象的描述为 李成良除处努尔哈赤 那么李成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就慢慢说 首先他是个东北人 我们就暂时叫他梁子吧 1526年 加进五年 梁子出身在辽东铁领位的 一个世袭军官家庭 他们家族世袭铁领位指挥 千世一职 对于他们家祖上是啥情况 梁子自己也不大清楚 他后来回忆时 只知道说 俺祖上来自如今 朝鲜的三军一代 有个名字叫李英 或者李英的祖宗 在太祖宏五月开国的时候 带着祖人从朝鲜 迁徙铁领 然后带着几十户百姓 就因为梁子有这点灵星的祖辈记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梁子是朝鲜义汉人 然而比对朝鲜实料 就会发现 李川郡是朝鲜高丽 王朝后期 从我国东北的女真人 那里撬来的地盘 那个地方原名叫窦墓里 属于窦满江及图门江流域 是女真人中的 或夺里人的聚居区 而梁子家族的族谱 包括一本明朝首抄本的 帖领李氏族谱 记载了梁子家族 在朝鲜生活时的祖辈的名字 李哲登岁 李哈山 李沙巴努 李把图里 而这些名字 你用朝鲜语的语音解释不通 但是用女真语解释 都能解释得通 尤其是最后一个 李把图里这名字 这不就是李巴图鲁吗 啥 我祖上是女真 不 我要假装我不知道 而梁子的儿子李如松 在跟朝鲜人交往的时候 曾经耿直地告诉朝鲜人 说他祖宗为什么 从朝鲜迁徙辽东 是因为他那个 大概叫李英的祖宗 干了一些封建礼法 所不容的男女之间的事情 被迫离开了图嫩江流域 然后先投靠了辽东这边的东宁卫 后来才从东宁卫这里 慢慢收容了一些朝鲜逃来的亲戚 凑了七十五户人 归顺明朝后 臭风于铁岭卫 而明朝的东宁卫 是一个女真人卫 东宁卫下下五个千户所 其中有一个名字 直接就大喇喇地叫 女侄千户所 然而 按照梁子和他儿子李如松的字数 这个李英是梁子爷爷的爷爷 跟梁子才隔了三代人 就直接朱元璋时代了 明显和事实不符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 李家族谱里那些 鸡里咕噜的女真 与名字的那个祖辈 才是脱离朝鲜 归顺明朝的第一代铁岭卫指挥千世 只是因为梁子和如松儿 这父子俩都汉化了好几代了 他们记忆中的祖宗 到最早有汉语名字的李英 就戛然而止了 所以 其实事情就明了了 梁子祖上 其实是一群教 折根岁 哈山 沙巴弩 法图里的女真士族部落民 他们陈属于朝鲜的高丽王朝 在高丽王朝完蛋的时候 有个叫折根岁的女真人 因为男女问题 逃离宗族 投靠同为女真人的明朝东宁位 然后由于朝鲜改朝换代 一些边境上的女真人 往俺们这边逃跑 于是这个折根岁 就聚拢了75户亲戚朋友 然后被朱元璋 按照收编女真部落首领的规格 收编为铁岭卫 世袭嘟嘟签示 需要注意的是 一些名粉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把朝鲜史料理一些技术 故意偷换字眼和概念 非要说梁子是根正苗红的汉人 比如看到龙溪郡 就认为是甘肃龙溪那个龙溪 认为梁子出身汉族里家 最硬气的龙溪李氏 其实朝鲜自己也有个山寨龙溪的 梁子家族谱明确记载 他们某个祖宗居住在朝鲜的龙溪郡楚山 注意是朝鲜的山寨版龙溪 跟我国古代的汉族高门龙溪李氏 其实没啥实质性关系 而某些名粉 又因为从一些史料看到 李如松曾经说他 五代祖因有罪 投入中国 于是掐头去尾 只瞅着五代两个字 然后发明出 李成良祖上乃汉族高门龙溪李氏出身 唐末五代时流落朝鲜 这种胡说八道的观点 五代祖就是往上推了五代人的祖宗 不是五代十国那五个仇代啊 没办法啊 谁让我姐们 我也美呢 明粉喜欢我们父子呢 好了 我们先不说其他的了 继续说梁子家族往事 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朝鲜的时候 就已经有朝鲜化的踪迹了 所以在归顺明朝后 这个家族迅速去女真化 几代人就立刻汉化了 连带他们拉来的七十五户女真亲朋 也统统都变成了汉人了 折根岁的儿子还叫李英尼或者李英尼 孙子已经叫李英或者李英了 虽然可能由于文化低的缘故 阴影不分 但好歹是汉语名字了 而李英的儿子已经取名叫李文斌了 李文斌的儿子就是梁子的爷爷李春美了 李春美是梁子这个铁岭未实习家族 第一个干过大事的 曾经参加过镇压留六 留七起义 这个本来能成为梁子骄傲的爷爷 却在五十五岁时 因为贪腐问题 被朝廷革职 然后就到了梁子爸爸时代了 梁子爸爸叫李英 李英在一次参加战斗前 病了 于是偷偷让外甥顶替自己去打仗 结果这次仗明君惨败 上司被杀 结果外甥就被抓去连做处罚 李英的姐夫都气坏了 来李家闹事 说我孩子顶替你去玩命 结果真要玩出人命了 于是李英主动去找上司坦白 然后被法以座树流放 从爷爷搞腐败被革职 爸爸被连做流放 李家都败落了 梁子年轻时就很可怜了 多可怜呢 梁子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 混到四十岁都成半老头子了 还没有世袭家族的都督迁事职位 而为什么不能世袭呢 你们懂的 你不活动活动 打电打电 我大明朝这么多人 领导们谁操心你一个 世袭都督迁事的事情啊 所以梁子一直到四十岁 还是个普通生员身份 大概就是个武童生 就是个武人版的周晋 范晋 只是唯一不同于 真的没啥本事的周晋和范晋 梁子生活在随时可能被蒙古人 和女真人劫略的辽东 他们家虽然败落 但也是匠门世家 所以梁子自幼习武 骑射精通 孔武有力 虽然其早年事迹不明 但肯定也是个刀口舔过穴 甚至可能砍过人的凶悍之人 是个老猛男 只是为什么梁子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是同生 为什么不能中举 大概还是因为没钱活动 毕竟武科考试比文科黑多了 梁子要有钱 直接实习职位了 还当啥同生啊 哎 可怜啊 梁子这处境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一个老同行 唐朝的歌书汉 歌书汉本来是实习的歌书部酋长 然而部落被突骑师可汗打散了 也是四十多岁了 还在长安混日子 因为被长安县位瞧不起 所以激起了老男人的奋斗之魂 毅然中老年从军 结果打出了自己的未来 然而明朝晚期 不是天保年间的唐朝 你没法破阵冲锋 斩获军功 斩首的人头 士兵们也都乐于领钱 没人愿意去再亏一笔钱买官 如果没有后台和一定基础的起点 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老男人也是可以焕发春天的 1566年 扎进快死的时候 因为朝廷腐败透顶 辽东边被废弛 蒙古势力不断袭扰 辽东明军拉胯一场 还缺额严重 整整二十多年 辽东明军败多圣哨 权类蒙古人没有攻坚能力 才勉强保住了辽东 而明军连战连败 唯一一次还不怎么丢人的胜仗 是辽东总兵扬兆 偷袭蒙古人老赢 虽然斩首220级 数量还不至于太寒碜 代价却是总兵大人 居然重流史阵亡 而其他的账 基本都是明军斩首 各位数或者二位数 蒙古人掳走百姓上千 这种丢人账 所以辽东的局势 已经非常危险 甚至于到了兵力老弱 无疆可用的地步 这年5月 辽东巡安御史决定 靠拔辽东生源 选拔人才 说白了 就是辽东人民被腐败的朝廷 和蒙古袭扰双重迫害 都害得穷疯了 连花钱活动 五科考试 弄个身份都弄不来 朝廷想选拔一批辽东土著汉人 当防御辽东的炮灰 居然连个有身份 能合归任职的都找不到 所以就破格选拔同生了 这时候 巡安御史大人忽然发现了一个凶悍的老男人 这个老男人不是别人 就是梁子 梁子长着一副大黑脸 体格魁梧 骑射啥的都会 巡安御史都高兴坏了 这是简直宝贝了 于是问他 声源姓氏名谁 集管何处 现在何处效力啊 俺叫李成良 铁领的 俺爹叫李经 当过法总 爷爷叫李春美 当过铁领被遇指挥 本有资格 四喜都督前世 可是因为爷爷他五倍格子 爸爸因打败仗被流放 家里穷的没裤子穿 就一直是个老同生 糊涂 江门之后 不思报国立功 光宗要祖 却一直当同生 你成年后也二十多年了 就一直甘愿这么混日子 不瞒大人 俺家口好几十人 种力根本养活不懒 况且流动一路不断习药 也没法好好种力 所以俺虽然一直没有能呢 去办理实习职位的事 正当地重军报国 但是俺已经在军队混了三十年了 俺爹在的时候 俺就已经顶替一些军级老人 病患 去参战打仗 换点报仇 养家糊口 俺也想立功报国 就是没有正当门路 这回大人拣选通声 俺也不嫌俺自己年纪大 就厚着脸皮来了 你顶替别人 临时出战的时候 又没立个功 不瞒大人 俺咱说你真一眼 蒙古大鲁很多了 但是俺不是正规从军 都是顶别人赚钱糊口 所以可受长官欺凌 但凡有斩祸 就被长官已揭露 俺顶替军员威胁 给欺负走了 有良心的 会给俺给点小钱打赏 没良心的 还会嘲笑我一个当短工的 干嘛这么卖力 所以俺就盼着大银 别嫌俺老 选中俺了 看你武艺还不错 你可知兵法 稍微懂点 俺熟知三国之通俗演艺里的经典战力 会被三十六计 在诸书铺子里 看过百战齐掠孙子兵法 就是没钱买到时候 好好休息 你好歹见没 兵法 你就只知道个三国演艺 三十六计 梁子糗了 于是赶紧说 我们李家祖辈几代 文化浅淡 高大上的兵法 真的懂得不多 但我们会一些土兵法 于是 梁子把他们祖辈猎杀野猪时 排列的一字阵 二字阵的杀猪阵术 给大人说了一说 大人一听 连连点头 这个老同生 的确还不大懂高级兵法 但人家会一些 使用的土战术啊 不是个吹牛皮的 而是真的被埋没的老战士啊 徐纳玉使大人 看到这么一个 魁梧老练的世袭军官 居然一直不能正当地 为国效力 内心忽然生腾起了一股良知 你跟我过来 大人立刻把梁子 叫到了僻静处 给梁子塞了一把钱 说 本来我是从你们这些人里 提拔低级军官的 用来充实辽东防御的 可你是能合法 世袭都督签试的 我能给你的职位太低了 会坏了你的前程 我给你介绍门路 给你出活动精彩 你立刻去北京 找谁谁谁 然后赶紧世袭了都督签试 立马回来 我安排你带兵 大人 大人 大人真是梁子的宰生父母 梁子以后一定奋力抱股 为大人赴汤老虎 年过四十的梁子 感动得老泪纵横 于是亲自跑到北京 按照寻安御史的交代 花钱活动 终于得到了 都督签试的世袭职位 然后梁子返回辽东任职 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中 梁子屡屡斩获 由于梁子社会经验丰富 在北京就认识了一些金官 避免了被辽东官员欺压 不到各把月时间 梁子便依靠军工 担任了险山参疆 然后回到老家 还没安稳几天的梁子 就遇到了第一次人生机遇 当然这对别人来说 是人生噩梦 那就是蒙古大汗土蛮汉 率军大举超略永平了 梁子作为都督签试 需要率领一批拉胯至极 充斥着老弱病残的 辽东边军小小分队 去持援永平 这要换别人 丑死了都 半辈子同生 刚当上官 敌人就是蒙古大汗级别的 虽然这个蒙古大汗 只是个缩小版 因为这时候 最猛的蒙古人 不是土蛮汉 而是大名鼎鼎的 顺翼王隐搭 但是 古蛮汉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 麾下精兵 仍有上万 已经霍霍撩动好多年了 在周边区域 依然是官邸 BOSS一般的存在 当时因为社会整体贪腐 明军军官们 各个剥削士兵 大吃空想 大部分士兵 都毫无战斗力 只能捧个人场 为了能在边境冲突中 不至于送命 兼顾斩首人头患赏 许多明军将领 都私人豢养家丁 用贪污来的钱 给家丁发高额工资 发最好的装备 才能勉强维持战斗力 而梁子这时候才上任 就算想贪污 都没机会弄来一堆钱 他这时候 根本养活不起家丁 所以 他决定白嫖亲戚 哥 哥 你让我们李家的南丁逗出来 还指明到姓地点了我的名字 还有老二房的足弟李承铭 是要去干嘛啊 去关那附近 打个小仗 我们都机灵点 弄成功呢 我想办法把你们活动活动 全部解决军官身份 你孩子如松可闹腾着也要去啊 我作为李家组长 掌房老大 我不能偏信 所以这么大的好事 不能让如松去 等他老成一点了再说 得先帮助亲戚们 解决军官身份 哥 你真是好哥哥 可惜委屈了如松了 等快到永平的时候 李家的一堆亲戚们 都发觉事情不对劲了 然后让李承才一个劲地缠着问 到底是打小毛贼 还是打蒙古人 哥 我咋听你手下说 敌人是鲁 不是贼啊 鲁我可知道是啥意思啊 你这是坑我们全族的壮年啊 所以我才说 大伙得机灵点 就按照我们小时候 围猎野猪的一二之阵 打就行了 鲁咋了 鲁还是银 挨不住一刀 有野猪那么皮糙又厚吗 弟弟啊 不怕 我也跟你说了 我们的敌人 是蒙古人里的老大 叫什么土蛮汉 说是汉 其实就是个二十多岁的 娃娃 他打过的仗 估计还没有我们宰过的野猪躲呢 不怕 那么中老年就业的梁子 能否带着拉胯凑数的部下 和自己这一堆 智慧围猎野猪的东北屯子农民亲戚 战胜强大的不讲五多的年轻人 蒙古的土蛮汉吗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看情况再说 我们的报道